接下来我们现在去观看 我要做存档这件事了 因为到时候我是把这个资料丢到那个资料桿里面去储存 好 那我要先做了一次存CSV这个动作之后 我才能继续 比如说去把那个档名写进去 尤其是那个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没有棉 这个资料里面没有一个地方有棉藏在这里 这是我最 等一下我们再去思考这个问题 反正现在因为它已经做好了 我还想做一件事情 应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 所有这些资料 所有资料都应该做清除 清除 清除格式 为什么呢 就是它是文字 它就应该把它靠左对齐 可是因为EASIL它可以把它做成字中 那如果你存成CSV是不是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存成CSV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那你应该知道他有些人他做大数据 他可能存成JASON 为什么要存成JASON 那是因为说假设你的资料里面有备注 备注我们通常都是用打字 然后里面会有打很多逗号 可是CSV他就是用那个他就去辨识说 那个区域别跟零里数之间 他就是有这个逗号来做分隔 所以通常那个有很多备注的档外 他就会产生另外的一种错误 把它变成一个备注蓝 他就变成可能切成十几二十个不同的蓝 这产生另外一种错误 所以有些人他就用JASON 避开这样子的一个过多的逗号的问题 好 那不管怎么样 我现在我想再做一件事 就是把它存成CSV 我现在我就是很单纯要做储存 而且把它另存成CSV 开发人员录制聚集 不管他叫什么聚集名称都可以确定 那这个档案 这个工作表当然可以存成CSV 所以就是档案 另存 浏览 请把副档名改成CSV 我喜欢这一个CSV 胜过于下面这个CSV 那你一定会说有什么差别 编码 编码 他直接不用本极端的 那个ASCII扣码 他直接用网络的UTF-8这个编码 档案名称呢 当然就用 例如说 我希望人口统计 110年01 对吧 我是不是希望成这个档案 然后储存 确定 有听懂吗 等一下这几个字 麻烦你们自己打一下 一定要打 因为我等一下 我要把它变成自动产生 就是我要用写程式的方式 你不可能每一个档案都在那边敲档案名称 你会产生错乱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要把这个 等一下110 我要写成变数未进去 01到时候他在做2月的时候 然后他就要变成02的变数 把它写进去 可以了解 但至少我现在 我已经做好了这个档案 然后他放在这个地方 可以吗 记不记得人口数Clean底下 是不是多了这个档案 然后 我要做什么事情 停止录制 好 刚刚聚集7 编辑 编辑 这就是 纯 第06 纯 乘 CSB 档案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这个地方是变数 这个地方是变数 然后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变数 这个地方是变数 这样有听懂吗 这通通都要变成变数 然后我就直接把这一个复制 贴上 好 请你们 这时候不能执行 这时候 这时候 这次不能执行 不然你点到他的时候 他又会把它存成 这个名称 那 请问一下工作表 可以用相同的名字吗 不行吗 对不对 我要等写完变数 我才能请你执行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